自己的電台自己主持 大家好我是柯文哲 我在台北廣播電台 傳說 當時針以及紛爭交疊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有奇妙的事情發生 那就是我們的節目開始了 台北進行式天天有意思 嗨各位視頻朋友跟聽眾朋友們 大家晚安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台北進行式的時間了 我們在這個節目一直都是 在有關於我們的市政的大小事情 還有就是台北市正在流行什麼 正在發生什麼 我們這些都會在我們的節目裡頭 跟讓各位市民朋友們知道跟了解 然後你們可以選擇性的 然後去參觀或者去了解 或者去體驗這樣子 我是台北市市長市的主任 這個節目禮拜一到禮拜二的六點到七點 是由我在這邊 為各位市民們報告所有的大小事情 也讓各位所有朋友們 可以掌握我們市政的大小事情 我們每天 禮拜一到禮拜五其實都是一樣 都有 就是晚上的六點到七點 我們在FM93.1 台北廣播電台 昨天我們節目上特別跟市民朋友們 跟所有聽眾朋友們 介紹了我們的台北城市博覽會 就是我們也戴了海報 我們也戴了口罩 然後就是告訴各位朋友們 其實我們有六個大的主題 那非常非常值得各位市民朋友們 播個時間在8月27到9月11號 務必要到我們的花博正宴館 那捷運室做到哪裡 圓山 圓山站 我們期待就是我們裡頭 有特別一個很大的項目叫做 永續城市 然後這個永續呢 我們就是要愛環境 對 所以請大家多多搭乘大眾捷運 沒錯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我們到圓山站 旁邊有美麗的美術館 美術館的對面 就是我們每個禮拜錄音的地方 台北廣播電台 沒錯沒錯 就在這裡啦 對 其實很近 對 那就是我們這一兩天 都會一直在那邊做導覽 一方面就是 先找出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我們希望在8月27號 就是呈現給所有市民朋友 跟所有的來的 來看觀看的所有的朋友們 最好的就是最好的呈現 所以我們這幾天都努力在找出各種問題 對 然後趕快在就是8月27號之前 做完美的呈現這樣子 嗯 然後其實呃台北市呢 呃我們都講台北市是一個 跟其他的城市 我們的六都裡面所比較下來 比較不一樣就是 台北市是一個都會型的都市 嗯 但是我們在台北市裡頭 我們還在進行一個叫做 老房子文化運動 對 就是我們希望即便是在呃 這麼多會的城市裡頭 我們不要忘記歷史 不要忘記傳承 對 尤其其實我們從小到大 很多人的記憶裡面就是 我們小時候或者我們在鄉下 我們常常會體驗到的一個叫做 半桌文化 嗯嗯嗯嗯 就是吃半桌 夾半桌 對 夾半桌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充滿了非常有溫度的一種 呃食飲食文化 因為在半桌當中 其實你跟你的周遭的人 靈芝好朋友 對啊 你可能會做非常溫馨的對話 而且一起吃同樣的東西 然後一起討論這個食物 一起聊聊最近的事情 嗯嗯 這是一個就是半桌文化 一個非常特別的一種溫馨的情感 對 就是一個情感的流動也好 就是交流也好 好餓 就是對 好餓就來了嗎 這個時段都會好餓 這個時段就是來講 介紹食物都很餓 對 我們這樣的美食記憶 我們希望其實在台北市也能夠延續跟傳承 嗯嗯 所以我們國內就有一個創 創業的平台 我們在節目上特別請她來談過 就是Ama 我們曾經請她來談過的這個皮爾森創意呢 她就醞釀了兩年的時間 就就呃 推出了一場非常 別開生命的這個 沉浸式的這個伴桌體驗 那我們也在節目上介紹過了 就是我們想要在我們的雄烟 開創一個夜間營運的模式 那這個夜間營運模式 當然就要伴隨這個伴桌的文化 就是飲食文化 我們有那個出外人啊 就是你有各種吃的品牌 那也有小伴桌 那這小伴桌呢 呃其實我剛剛看到的就是 其實VOGUE幫我們整理了非常多的它的特色 就是我們的小伴桌呢 我們還呈現了有五台 像小時候你在一邊吃 吃喜酒的伴桌 那一邊可以看到歌仔戲或布袋戲啊 參考OK 然後現在是流行參考OK 然後呢一方面就是我們這個小伴桌 比較特別的就是我們一桌只有四個人 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而且你最溫馨的朋友 可以好好的聊天好好的享受美食 再來是我們這個伴桌 我們要想最呈現這種伴桌的飲食文化 我們就會想到台南最有名的就是阿俠飯店 是阿俠飯店嘛 對不對 呃那其實這個發想裡頭呢 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關鍵 關鍵的人物 就是關鍵的一個公司 這公司也是非常非常年輕的公司 那我們上次講 我們上次Emma來的時候 我們就說哇你們皮爾森那些年輕 就是這麼年輕的人有這麼這麼棒的發想 那其實陪同他們這個發想的 還有一個也是更年輕的公司 真的是被嚇到一個別的年輕 對 我們曾經在也是很年輕的 我們台北市的就是一號兩場 我們曾經跟很多很多這樣的一群人 就是吃飯的時候 我們聊得很開心 喝酒喝得很開心 那就是今天我們特別邀請來的特別來賓 就是我們今天要特別來介紹 就是說這些發想當中 是如何去形成的 然後他們怎麼會有這麼 這麼棒的一個發想 那發想的過程是怎麼樣 這個過程到底是怎麼樣 在我們台北市可以做這樣的 雖然是都會的城市 可是我們有非常懷舊的這個呈現 然後這個呈現當中 我們還包含了 現在在世界各個紐約啦 或者是歐洲都非常流行的 比如說沉浸式的一個 就沉浸式的演出 或者是一個在吃飯當中有一個互動的演出 讓你在吃飯中不會忘記這一餐餐會 也不會忘記跟你一起在這個餐會吃飯的朋友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邀請了一個特別來賓 是非常可愛的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我們今天主題就是 新台式復古的伴桌 然後我們在古蹟中演繹看戲的文化 我們小時候都會有很多看戲的文化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個看戲的文化 我們在我們的台北市的古蹟裡頭去呈現 然後呢 有這個發想的是什麼樣的人呢 就是我們今天特別來賓 五口創意公司的共同創辦人 就是陳仙宇美女 那他說我們把他叫他三個字 太複雜了 我們就叫陳軒 我們歡迎陳軒 大家好 台北市民的朋友 大家好 台北進行市的收聽的觀眾你們好 我是陳軒 五口創意工作室的共同創辦人你們好 對你看 這麼年輕就共同創辦人 陳軒我跟妳講 我們有Facebook跟YouTube 所以妳要跟大家打個招呼 大家都可以看到妳這麼可愛的樣子 對 我們其實吃飯聊天都聊得蠻多的 但是今天就是我們想要讓聖明朋友知道 我知道就是說我們上次Emma來的時候 我們有特別介紹 就是說 我這個伴奏文化實在很特別 而且呢也有舞台 這舞台也很特別 那這舞台要呈現什麼給這些來參與的 就是來吃飯的人 來吃飯的人 對不對 怎麼樣跟他互動 然後讓他覺得 哇我今天晚上是在有個非常特別的體驗 其實我前天也體驗了啦 對對對 我也體驗了 那我因為體驗之後陳軒就跟我說 主任妳今天去了對不對 這馬上被知道了 立刻收到消息 立刻收到消息 然後就是 我就覺得那個體驗很特別 就是我們參與的人每個都很high 大家都很high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已經忘記 我們是來吃飯的 我們以為我們也是在演這個戲的人 對就是我們完全變成裡面的演員了 對這個就是我想應該就是 就是無口穿運公司希望讓大家感受到的部分對不對 是沒錯 其實今天來參加這個廣播 當然就也是結集了我們的導演跟編劇 還有我們製作人的想法 當然就是我們製作公司 就是把這些資訊都通通帶來這裡 好好的跟民主界這裡聊一下 還有跟我們的所有聽眾朋友們 對沒錯沒錯 可以了解一下 其實我跟市長講有這個的時候 他其實還講 他就摸摸頭 開始抓頭 然後問號問號問號 他會不會覺得 我們講完之後再把這一集播放 就是說無口創意公司 當初接到這個在古蹟辦活動 你看在古蹟辦活動 就已經還蠻脫穀的 我們其實節目上 談過非常多台北市的古蹟 像我八月十九辦的 就是在台北市的市電古蹟 就是新春芳茶行 連它是日資時代 1934年蓋到現在 這個古蹟是當時 1934年蓋的時候 非常特別的就是住商糞合 對不對 住商混合不是只有現在才有 當時就有 他們一樓就店面 然後他們當時的很長 建築很長 所以一進二進三進 那一進就是店面 二進就變成倉庫 那三進就工廠了 然後樓上就是住的地方 就完整的保存了 這個住商混合的這個特性 到現在都還可以使用 所以非常非常的特別 那所以我就特別在那個地方 辦了一個就是 既然是古蹟的茶的工廠 我就用一個茶艙的藝術 在那邊呈現 所以就是今天像五口窗一樣 他說在古蹟 你當時接到說 我們要在古蹟辦活動 那又是伴桌 伴桌 跟在古蹟 這已經就非常的 就是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那你要怎麼樣 就說要在伴桌當中 你又要再有發想說 我要在古蹟 然後我要做什麼演出 然後穿歌仔戲 那你就覺得 你想到半周 就想到只有歌仔戲 或者是布袋戲 除了這個之外 還可以有什麼可能 對不對 所以我想就是你們 發想比較特別的地方 好 我來說明一下 其實在看戲這件事情 在最早以前 我們緣故很久以前 戲這件事情 是給神明看的 對 那可能是因為經過的 沒錯沒錯 因為我收 今天風收 所以我們趕快演個戲 給神明看 謝謝神的保佑 讓我們今天天氣很好 沒錯沒錯沒錯 今天的風收這樣子 雨水也來得好 沒錯 然後天氣也來得好 沒錯沒錯 後來因為時間的轉換 然後變成給人看 對 他變成亞俗共賞的一個節目了 對 那因為這一次的合作 就是我們一開始 收到消息的時候 其實就是知道是 阿霞飯店 就是台南的老店 那要來到台北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開始發想 半桌半桌 什麼時候我們才會吃到半桌菜 大家就開始回想 自己小時候 或者是人生的經歷 那最常聯想到的就是 婚禮這件事情了 對 婚禮的半桌 那我們一群人又開始在發想 那在婚禮上呢 又會發生什麼事 婚禮上又有什麼樣的 精彩的元素在裡面 那大家就開始提了 我們有婚禮主持人啊 會有歌手啊 會有表演 甚至有些 虚花一點 會有魔術師 然後我們還會有敬酒 還會有合照 還會有攝影 這一切都是構成一場婚禮 很多很多重要的元素 好那 接著我們又開始想了 是誰要結婚呢 嗯 對 那想到這裡了之後 我們又開始繼續在想 會要到結婚這件事情 一定就是愛情關係嘛 那愛情關係 其實我們不得不否認 他就是一個關係裡面最高的成就 就是結婚這件事情 結婚嘛 對 那接下來我們就又開始在想啦 那結婚前還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嗎 就是求婚了 對 所以我們就想說 好 那我們就把這一齣劇 就當成是婚禮的模擬現場 我們就讓大家就是來吃飯的這些人 也變成是劇裡面的一個角色 嗯 對 那大家變成可以被求婚 又或者是參與求婚的過程 然後幫助主人喔 因為故事劇情一定會有主角嘛 幫助主角來成長 那開始有了這幾個元素之後 我們就開始融入劇本裡面了 對 我這個我真的是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一邊吃飯 一邊還要努力的跟他講說 嫁給他 嫁給他 幫忙這樣子 就是我們已經變成裡頭的一個 藝人 明明他就是也給我們 我們真的是很努力的幫他喊 就是因為他求婚都沒有東京 就一堆人幫他喊 嫁給他嫁給他 就是我們也融入到那種求婚的過程裡面去 沒錯 這也是我們所期待的 所以我們也在整個故事劇情裡面 就是營造了一個求婚必要的四口訣 第一個就是靠近 第二個是跪下 下跪下 而且要單腳不能兩隻腳 對 第三個就是牽起他的手 最後一個我們就會拱著 就是比方說求婚者 勇敢的說出心裡面的話 不過因為是 還是一個雅俗共賞的演出 所以我們會在不同的橋段裡面 安排各式各樣的劇情 所以當然不會這麼容易的 就說 請你嫁給我 所以我們會不斷的跟觀眾有互動 然後跟觀眾說 請問桌上的餅乾或者是 絲目魚脆餅像這樣子的菜肴 融入劇情裡面 然後問賓客就是來吃飯的觀眾們 就是可不可以餵我吃呢 像這樣子 就具有巧妙 又有喜劇感的東西在裡面 那我們主要也是希望 可以用這樣子互動式的演出 來讓觀眾可以體驗到 這個沉浸式的氛圍 可是這樣會不會有點危險 萬一就是 你想要跟觀眾互動 然後觀眾都沒有跟你互動 怎麼辦 對 這時候其實真的會非常考驗 就是演員本身的即興反應 我們整個過程裡面 其實真的都很有趣 就是我們有演員 就是找了一個觀眾 然後就跟他說 我今天要求婚了 你能不能跟我說一些祝福的話 讓我等一下求婚可以成功 然後通常大家應該都會說 你一定要加油 或者是馬到成功 可是 因為可能觀眾也很緊張了 他就直接說 祝你早生貴子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觀眾其實也會很緊張 不過那個沉浸式的這種 其實他應該叫沉浸還是互動 因為我覺得也有沉浸式也有互動 因為像我去吃的時候 我就突然被求婚 真的 然後就是那個過程就好像很好笑這樣子 然後我的朋友就幫我錄下來 他就說我應該是把你放到那個 就幫你放到Facebook上去 閃看閃看閃看 對 覺得還蠻好玩的 就覺得還蠻好玩的這樣 然後整個其實 就是當在演這個求婚戲碼的時候 就像您剛剛講的 就其實整個大家都很High 每個人都忘記吃到 一直喊 嫁給他 嫁給他 每個人都很用力的喊 都會當真以為是這種求婚的畫面這樣子 對 那其實就是說可以增加這個伴桌的氛圍 沒錯 對 而且我覺得這個伴桌比較特別就是 他每一道菜呢 他都會有一個 比如說上菜之前 他就會先把菜名先放到你的桌子上 告訴你說下一道菜是什麼 對 那我覺得他的沉浸式跟互動其實也有隨著菜 在演進就是我們的進程就是 所以我覺得他的設計還蠻巧妙的 對 然後就是 他不但是只有求婚啊 還有就是變魔術 變魔術的部分 其實互動也還蠻強的 但是我覺得變魔術部分 我們真的很努力很努力在找他的 因為我們做得很近 然後甚至就是魔術師的後面 其實也有做人 因為他的伴桌做得很滿 所以我覺得他已經是360度被檢驗了 壓力很大 對對我們覺得 不覺得他應該壓力很大吧 那有看出破綻嗎 就我們很努力看 其實我們努力看 然後我們希望看出他的破綻 但我是沒有看出來 耶 沒有看出他的破綻 耶 太好了 對 我在想 他在外面會有點危險啦 因為後面的 就是坐在他比較 魔術中後 旁邊後面 那我們是坐得離他很近 所以我覺得這個魔術師 壓力會不會很大 要是我壓力會蠻大 對對對 我們找來的這個魔術師很厲害 他叫李昂璇 他是拿過英國的黑池 魔術黑池大賽的全世界第二名 對 所以他在整個演出的氛圍 其實很快只有十分鐘 可是卻讓大家目不轉睛 我還記得那時候 他剛來演出第一場的時候 就有坐在比較前面的桌刺的觀眾 就是演出完 然後就抓著我說 請問有跟魔術師拍照的環節嗎 是喔 他沒有耶 真的不好意思 對耶 我們好像沒有人想要跟他拍照 就沒有人想跟他拍照 真的對他不好意思 不過他其他那些什麼新郎新娘 而且我覺得 你們把演出也弄得真的蠻複雜的 比如說多元成家 然後什麼的一歲其他都放進來 對 有這個因為現在 現在的 社會的進步其實蠻多啦 那其實話題也很多元啦 所以其實我覺得放進去這些 我覺得我個人來講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甚至就是我那天去 其實我吃過沒有節目的小半桌 我也吃過有節目的小半桌 只有兩邊我都有體驗 那這個我招待的朋友呢 還是從南部來的 他們吃半桌的比 機率就是蠻高的 這蠻高的 我跟你講他們比我嗨100倍 他們這麼比我嗨100倍 他們也想要被求婚 他們那個就是被求婚的人 都會有小禮物 他們也想要小禮物 所以他們整個都很嗨 我就發現他們怎麼這麼嗨 其實因為呢 就是在南部的半桌 其實沒有這種沈浸式的戲劇在裡面 也沒有這種互動的遊戲在這裡面 因為鄉下我看大概只有鋼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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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OK啦 那個應該是只有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就是半桌驚豔 其實對於台北人來講 其實有非常驚豔的感覺 就蠻驚豔的感覺 因為所以你知道 都客滿耶 你知道我那一天要求多一桌都沒有辦法 就沒有辦法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有跟衛友講說 我要既定小半桌一定要把它攜帶進來 不然每次我們都在這個時候講吃的 對他來講 其實一個非常嚴重的車 其實這個有關於這個沉浸式的互動 跟小半桌的有趣的事情 我們大家先休息一下 對 我們再請我們的陳軒等一下再來跟我們講 他在設計當中其實還蠻甘苦的 因為要怎麼樣想說不會被排斥 或者要怎麼想說會大家很嗨 我想這個應該蠻用頭腦的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請陳軒來繼續跟我們分享 對 我們先準備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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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还有MIT 台湾制造产品展售会 众多国内优质产品等您来体验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到eBay特网站报名 或上网搜寻 2022就爱MIT 蒙甲健康趴趴趴走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商业处提供 在大岛城 七壶老茶 在蒙甲龙山寺 信仰古今不变 在夜市 遇见文明世界的美食 在每一趟流动 聆听文化的脉动 台北广播电台 我们听说台北的声音 自己的电台 自己主持 大家好 我是颇文天 我在台北公布电台 我们回来了哟 我们大家请陈轩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 就说 你要安排这些沉浸式的游戏 跟戏剧在里面 其实就是配合出菜的顺序 可能出了什么菜 把这个菜放到戏剧里头去 那万一有这个菜跟那个 时间上搭不上 那个怎么办呢 你们要一直演前面的戏段 其实就变成讲很慢吗 就slowly变slowly这样吗 没有 但是我们真的在某一次的演出的时候 真的发生像这样子的事情了 就是那个状况就是 因为阿霞饭店最招牌的菜 就是红须米糕 对 所以我们那个桥段 就是魔术师表演到最后 会拿出红须跟钻戒 然后会讲一声就是 接下来准备就是要红须米糕 要上菜啦 然后服务生刚好也会在这个时候 推出米糕 就讲了很久 就没有那个菜 上菜啦 米糕还没有 然后就哎呀 我们还是得去训言 怎么办呢 然后就看到观众 他说米糕在哪 米糕在哪 米糕在哪 然后从那一次之后 我们就跟Emma讲好 就是在某个桥段之前 他会默默的站在一个地方 会有个手势 还没 就是还没 如果还没的时候 要请魔术师赶快再想一个 对啊 但是我觉得蛮困难就是因为我去看 就看到魔术师最后一个桥段就 他把什么东西都抛到上面去 然后就跟一个火花这样子 就制造一个非常热闹的景象 对 那我就想到什么东西都丢光了 他最后还能干嘛 对那时候也不能干嘛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做菜的步调跟演戏这个真的还蛮 就是真的 这是最辛苦的地方 这蛮大考验 没错没错 你也不能说演到后来就变成突然讲话讲很慢啊 对 对没错没错 这次会让大家说 蛤你们在干嘛 你们在干嘛 为什么你的步调都 你们的讲话声音都变 是弄配音的吗 对 就直接弄到那个慢调 有点好笑 真的会很考验 就是魔术师还有演员的临场反应 但是其实我跟你讲 就是我是实际上参与的人嘛 因为我真的都有去吃过了 然后真的客满 而且整场都非常嗨 大家都很嗨很嗨很嗨 然后呢 大家参与演戏 尤其就是说要上台去的时候 上台去演求婚 有大吹雾吗 对对对 抽捧花吗 对对对 然后就假装就是 我们不是婚礼的时候 有人去抽捧花吗 还是什么东西 要有一些假装好朋友 我跟你讲 超踊跃的 没有每个人被叫不上去的 每个人都跑很快 然后上去也超会演的 真的 就是不是抽捧花吗 然后丢给谁啊什么的 大家都演的跟真的一样 我们还有一个桥段是唱 那个四奔到月球 就是也会cube 现场有没有很会唱歌的朋友 每一次就是唱歌的人 我都惊艳到不行 怎么这么会唱啊 对好会唱 我就是想说台北人都压抑很深 真的应该是真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沉浸式跟互动可能让他们得到一个出发 所以我想搞不好现在生意这么好 搞不好也生意这么好 对 我都终于找到出口了 因为观众也是我们演员之一 对 就是每一个里面 没错没错没错 看来这台北市的市民还蛮有表演欲的 哈哈哈哈 就蛮想要表演的 就蛮想要表演的 蛮烧一点 对对对对 就是 反正你也不能在捷音上乱唱的嘛 没错 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就 到半斗 反得去 对 对 应该是还蛮 应该是这样 我们只能这样子想 对 所以你们都发现可以这么多人跟美 我觉得最棒的就是我们在这里做戏做了这么久 台北的观众真的是非常愿意给互动的观众 对 因为像互动对我们来说 在戏剧成分里面它其实是一个功能 当演员推出了一个动作一个台词 或者是一个交流的形式 这个都是观众他瞬间 不管他有没有给予回馈跟反应 这就叫做互动 那虽然我们现在是叫做沉浸式剧场嘛 那沉浸式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最大的功用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让观众感觉出来说 这里是现实还是虚幻 对那通常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互动 它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对 感觉是耶 我觉得参加这个婚礼求婚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你好像就里面的一个人 一个分子 对因为你会跟着他喊嫁给他 跟着喊抽捧的话 跟着干嘛 步骤完全跟着他 对 他走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嗯 刚刚有 有让你好像掉入了一个时空 或者是说 就是反正你也很难穿越嘛 没错没错没错 来做一个短暂的穿越可能还蛮不错的感觉 没错没错 对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对 就是蛮好玩的 如果真的要说最著名的成绩是演出的话 就是在纽约有一个叫做 Week No More 它就是可以在里面可以尽情地感受到里面的氛围 可是在里面观众是不会和演员做互动的 嗯 你就是一直看 然后如果你想追着这个剧的话 你可以去追他到楼上还是到楼下 我跟你讲 我就是 我就是 你知道吗 我们是这样 就是我们进去的时候呢 演员是不戴面具的 因为他演员 他演各种 那我们是戴面具 那我们分得出来 你 我 就是戴面具的人就是观众 然后没有戴面具就是演员的 然后你可以选一个人 你觉得他演得很好 你就一直看着他 看着他 包括就是 他在写字 你可以看他写字 他拨电话 你也可以去看 然后他在写日记 你可以去看他写日记 甚至他洗澡 你可以看他洗澡 他睡觉 没事 他真的洗澡给你看 真的 你就完全在他旁边 然后他就当作你不存在 甚至有时候呢 就是 他在伤心的时候 你看着他在伤心 他会来拉你的手 然后跟你讲 他为什么这么伤心 他的伤心的故事是什么 就是完全就是 你就走在 进入了那个氛围了 进入那个氛围里面 甚至我跟我同学 一起去看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 我同学就被 有一个人他很伤心 他要跑到森林里面去 我同学被拉进去了 我找到同学 他就被拉进去 他去别的地方了 他去别的地方了 到后来我们追就追 我看我同学也在那边追 我说你怎么出来了 我就说他抓你进去 跟你说什么 他说 他就是因为他结婚了 可是因为他被强暴 所以他还原了 所以他的心酸 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他的先生 然后讲完之后 他跟他讲完之后 他就继续走他下去 然后我同学就走了 因为他走去 观察别人 但是这种沉浸是比较好玩的 就是说 每一个参与这个沉浸室的人 虽然你跟的人是不一样 可是呢 你最终每一个人 得到的这个剧情都是一样 对 就是很有趣的地方 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们走到最后的剧情的时候 因为他很多楼层嘛 那你走到最后一个 我看的那个是最后 他们是一个断头台 对 那断头台的时候 他真的很像 真的断头 然后你看完之后 最后走出来是一个酒吧 然后你每个人就坐在那边 喝小酒 来聊聊这个剧情 一样还是在吃半桌 就每个人都开始在那边聊天 聊这个剧情 很奇怪的是 我追的人跟你追的人是不一样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把这个剧情 说出来 都是这个剧情 大家是可以串起来的 可以串起来的 就是蛮特别的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台北市 有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这个剧场 我个人是充满着就是期待 我也很愿意参与 因为你知道吗 有时候你也很想 你真的可以换换角色 当当别人 是怎么样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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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你去吃一个饭就马上得到这个体验 不就很好吗 没错 你去参与看戏剧的话 你就是观众嘛 没错 你看电影你也是观众嘛 你又没办法跳进去 对 可是你沉浸式的时候 你一边吃东西一边跳进去 感觉到气 你暂时得到了很多疗愈 你 substantial 感觉到很多疗愈 你暂时当的那个人 别人 对不对 当了别人 对对对对对对 Did you plan 然后我也带着别人 别人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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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真的 这样子当别人 我今天应该来写这句话留下来 这样子当别人 真的 这样子当别人 这可能就也是 演员这么 可以这么专业 可是他又可以尝试不同样的职业 或是不同样的性格里面最具魅力的地方 我觉得他魅力的地方就是这样 我今天可以当老板 明天可以当流浪汉 或是妇女人 就是我这辈子就没有当过千金小姐 可是我在我的事情里面 就是一个非常骄傲的 非常跋扶的千金小姐 或者你平常根本不敢那么跋扶 可是当你在当别人的时候 你可以很跋扶 你这还蛮不错的 我就有讲说我退休之后 要来组一个叫中老年人的剧团 很棒耶 中老年人剧团能不能尝试不同的人生 然后就是你有时候可以 透过化妆给把这画得很漂亮 很轻一点 那你就可以演戏 不很好吗 对 我应该来找吴念珍 或者是在招呼小卫老师 人间调整 我们有TMS啊 不要忘记我们了 台北游行业重心 我们有台北艺术表演重心 北辽北林 还有TMS啊 可以的 可以的 对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聊一聊 说 乐龄计划 对 乐龄计划 这真的不错 我觉得不错 这真的不错 对 好了 我们聊他 有了 我们应该就很赶快叫陈谦 再来跟我们说一下 在台北市呢 跟其他创业品牌 共同推出这个叫 我们这个很特别 叫做食戏 一边吃食 还有戏剧 食戏的这种 就是酒宴 这种伴桌 在执行后 有什么样的火花 然后呢 就是你会得到 什么样的回馈 那民众的反应是怎么样 我刚刚是民众 我刚刚有反应过了 对 其实多半都和民族节一样 就是觉得很新鲜 很兴奋 那以往有进过剧场的观众呢 通常都是有一段距离 在看戏嘛 那其实在台湾 很少有像Sleep No More一样 刚刚提到 曾经是这样子的氛围 有 但是还是蛮少的 而且一样就是 费用也不菲啊 对 对 这真的是一个大伤 对 我们刚刚讲一讲说 我们去吃小半粥的价钱 有时候觉得它有点贵 可是我现在跟纽约比起来 它实在太便宜了 对 没错 你知道我们在纽约的时候 那时候是穷学生 我们都是等卖票 当天 当天 已经close了 超完鸟票 超完鸟 有个要准备收到钱会有一波 有一波很便宜的 我们就是永远在买最便宜的力量 因为实在买不起 是太贵 你真的要认真的去看所有的剧的话 你真的是 你们家要做五集 没错 真的得还是要这样 真的得爱这样子 所以我们都是买那个就是 它结束 就是它已经结束卖票了 然后有一些票 赏票 反正多元既然它多赚的吗 不然反正这票也卖不掉 对对对对对 我们就都是去买那个 没错没错 我们好像认真想了 好像没有买过什么正常的票 但是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们用良庭院售票系统 他们每年都会出一个售票的报告 就是最多购票的人 年龄是落在25到35岁这之间 对那其实这个年纪的范围呢 大家其实都是会热爱看演唱会的 其实演唱会的价格 又在比这个更贵 我们更贵一些咯 但是每一次也都也还是so out 就是不认识哪一个演唱会 所以其实反观来说 台湾的观众其实部分是负担得起 像这样子比较高昂的费用的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剧团又或者是像我们制作公司 真的准备好要给观众 一个高品质的演出了吗 对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地方 对所以这一次其实在 跟其他品牌合作 推出这个实系酒宴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在古迹嘛 我们也从来没有在古迹 还记得装台的时候 大家最常说的一句就是 小心小心小心 这个弄下还可以下来 破坏了破坏了 所以你心跳可以撞回来的 就是已经不是说我赔 这已经不是我赔了 可以赔就赔得起的东西了 对所以其实这是在执行过程中 除了刚刚提到的 要怎么样把菜 那个蒸熟的时间点 跟我们戏的时间点 配合得很好 对配合得很好 另外一个就是这里是古迹 我们真的得小心的使用它 对所以观众的反应 当然都是很开心的 可是我们一来也会在思考 这样子的沉浸式的体验 是可以被复制的吗 我们当然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观众 可以进来持续的 因为不是很多人都可以去到纽约吗 尤其现在疫情又很严重 所以我们当然很希望可以把 纽约百老会 或者是伦敦西区一些很著名的东西 可以带过来 让大家也可以体验到 不一样的关系感受 对很棒 我也希望说我们台北市 就是一个多元的城市 就是说不但是有这个 有那个有这个 各种艺术 其实都可以接级在我们的台北市 对那刚刚您讲到的就是说 这个纽约的这个沉浸式 其实我当时就想 您刚刚讲的这个复制这件事情 我在讲能不能复制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感觉好像有点困难 因为比如说我刚刚讲的时候 我在纽约看那个 他的那个剧场 我觉得很难被复制 因为他要很多楼层 然后每一个戏剧的就是景观 就是完全就是跟 可以被在旁边观赏 跟着走 没错近距离接触的 对近距离接触的 然后所以你这些道具啊 你这东西 我跟你讲 你要是做的太假 你一看就被看到 没错没错 你太近距离了 就是比如说他拨电话 你要是一拨 没有那个dia的声音 那你也是马上就被识破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被复制 其实再来就有一点困难 是 就是那些东西搬过来 完全这样一个国家搬到一个国家 我觉得这个困难度 有难度的 对 那再来就是说道具的制作上 你必须精美到 你不只容易被识破 说这是纸糊的嘛 或者这只有一个 你不能就是因为你太靠近了 对 就是你随时在被看见 对 每一个 甚至因为太近距了 所以根本是360度 无死角 对 无死角 对 甚至衣服服装布料的细节 这些等等 都会是在观众入演之后的 每一个地方都是 对 所以台北团队准备好了吗 这也是我们正在面临的考验 我们自己也即将就是要学习的地方 要持续成长的地方 对 那刚刚你提到就是说25岁到30岁 这个年纪大部分都是听演唱会的 对 对 大家是会 那你们有没有做过说 那像会来就是看戏剧的 或者是说会来这样一边吃半桌的 都是像我们这样的老人家吗 对 这真的超级有趣的 其实我们那天去的时候都看到年轻人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真的是冲着阿霞饭店的名号来的 就是他们选了就是实戏这一场 就是你可以吃饭也可以看戏 我们那时候都想说 哇会看戏的应该也都是年轻人吧 就没想到前面几场真的都是年纪偏大 因为他就怀念 而且我跟你讲 你不要以为这些人他不会想要跟你一起演戏 他们超爱的好吗 就是他只能是活到这边还有什么好机会的呢 没有包袱 超级没有包袱 你知道吗 我那天被求婚 我旁边的那个男生来讲说 哎呦你这根本就很爱 我说没有 因为他竟然演了我知道跟他一起演 他说不你更表情看起来就很爱 就很开心嘛 就很开心嘛 对 对啊 那又怎样 难道不行吗 对啊 对啊 对为什么不行 没错没错 这也是我们非常意外的地方 然后是一直到后面就是可能 所以我才问说大概是年龄成蛋 是什么样的人 他不愿意花这样的钱 然后一边来这个实戏的伴桌 你们有做过调查吗 有我们有有请大家 就是有天他们有问卷回馈这件事情 甚至在网络上IG他们都有tag什么的 那皮特森他们那边自己有做统计 也一样最后统计下来 他是有分时程阶段的 真的吗 真的他是一个幅度式的 就是在一开始演出的时候 真的都是年龄偏大的 甚至有企业就是包了好几桌 就是让自己的员工 就是那也是年龄偏大的 就是卖房重的 但是我也愿意这样子啊 就是对啊 像我那天一去人就去了 所以真的对啊 然后一直到后期 就是到七月底 就是八月到现在 才开始陆续有非常多 就是包含客串嘉宾的 又或者是我们演出 演员的自己的粉丝群 然后开始愿意订票 然后四个人就确定一桌嘛 然后他们就会凑了好几桌 然后一起来这里用餐看戏 是一直到后期 就是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 我们年龄层才开始 变下降了 后来其实一开始 其实真的都是偏大的 那当然现在也还是有 灵性的几桌是 比较年纪稍长的 甚至行动不方便的 那他们服务神 就是阿霞饭店的服务神 他们就会 弄有靠背椅的椅子 然后给他们做这样子 也还是会有零星的两三个 可是不像一开始 就是年龄几乎都是高的 话说您是这样说 我才是这样说 刚开始开幕的时候 我跟市长去嘛 你知道吗 市长超开心的 就是 林林层偏高的都觉得 我可以在台北市的信仪区 吃到这个 一进来的氛围 就跟乡下的半桌一样 因为它整个红色的啦 桌子啦 舞台 就是很local 就是你感觉 张灯结彩那样子的开 张灯结彩就像 乡下的版德 那你觉得 你觉得我外面是 送约一种 感觉比较时尚啊 这样的氛围 突然走进来 突然变成乡下 跳动 对对对对 那种跳动的感觉 没错没错 复古的版斗 对 我跟你讲 市长去的还蛮开心的 他是觉得 要走了吗 他被随后一直吹 一直要走下一个星 他一直觉得 他想说他没有被求婚 他想要被求婚 对所以他就出来外面 他就出来外面 就是拍照 还一直这样 这个不错 这个会红 这个会红 他一直这样 这个会红 这个会红 对 他其实自己也还蛮开心的 对 然后我上 我前几天去的时候 发觉到其实有很多年轻人 跟你讲的一样 其实 怎么这一桌在 要喝那一桌的人 他们根本就认识 他们根本就认识好吗 然后就是 这一边的这一边的 他们就说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就是隔桌在吆喝 他已经完全陷入在乡下板斗 有没有在那种 没有机会的 喊你你喊你就大喊这样子喊 所以我觉得 这个那个氛围 创造的真的还蛮不错的 没错 没错 其实当初就是 小饭桌出来之后 就是皮尔森他们那边 最一开始 就是希望 让这个板斗是可以一起大家 就是好朋友 好朋友 或是亲友 对 然后要一起吃饭 好好陪伴这样子的概念 对 所以他重点是 其实一开始他们的希望 重点是人 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吃饭嘛 可是很久了 那或许我们也可以一起吃饭 我们是很好的好朋友 那这件事情就是共同点 我们就是串起了 分享这件事情 对 所以他成为了 我们在故事里面 最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 他是一个分享的概念 然后把娱乐的元素 喜剧的元素也放进去 对 而且 而且就是说 你真的好朋友一起吃饭的话 四个人差不多了 就是说你要是真的是 像一般的板斗 十个人一桌的话 其实你讲话也不太好讲 太杂乱了 对 人太多了 而且这十个里面 搞不好有以前是记抽的 没有抽的 有就不用吃的 可以的 必须要抽在一起吃饭的 这就是 是不是很 尴尬 对 所以你四个人绝对不可能 你不会去二哥有丑人跟你吃饭 就四个人 你要二哥有丑人跟你吃饭 所以就是那个氛围是 其实营造上 其实是蛮热络的 而且是很温馨的感觉 对 还蛮不错 而且你一定要帮你夹菜嘛 因为你就是伴多嘛 你就一定我帮你夹菜 你帮我夹菜 我帮我分菜这样子 甚至会知道 你不是不想吃这个吗 你不喜欢吃的 那你这个不要吃 你这个给谁吃这样 你都会知道 这四个人当中 谁的喜好是什么 所以你都该 对他彼此都会知道 没错 这一点是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那我们还要请陈先生 来跟我们讲说 这次配合小半桌 搭配惊喜的 潜心的沉浸式音乐剧情 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这个参加了这个剧场 这个剧场叫做 婚礼的模拟现场 你是怎么样的概念跟内容 他其实整个故事剧情就是 我是主持人 然后我们有一个男生 他就是突然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他跟主持人讲说 他就是想要学求婚这件事情 所以主持人就把现场的宾客 假想成为模拟了 主持人就是一个秘书 一个婚礼秘书 对一个婚礼秘书 这个帮婚礼啊 帮你办求婚 都很有经验的 一直都要请他帮忙 对所以其实观众在整个戏里面呢 他是被模拟出来的 也就是他是假的 对整个故事剧情是这样 然后就会提 把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婚礼元素 放进去有婚礼歌手 所以我们会邀请观众 就是会不会唱歌有魔术师 然后是不是会有一些菜 把它变成一个剧情的故事 就好比说 我们有一道菜是海鲜沙拉 然后我们主持人他就会说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会有这道海鲜沙拉吗 来跟主持人一起念 沙拉沙拉 沙拉黑油 沙拉黑油 就像大概是上这样子的 一些烂梗 可以啊 年轻人的梗 然后把它放进去 对就是把它放进这样子的元素 就是让大家会会心一下 像这样子的桥段 然后给呈现给大家 对 那以主持人来讲 她叫做Mandy 所以Mandy她会是贯穿 所有全部整个故事里面的剧情 那就是会让求婚的那一位叫做穆森 希望她最后可以求婚成功 因为要训练她 然后借由现场观众的反应 然后或者是观众的回馈等等互动的方式 让牧生学会求婚这件事情 对 可是她刚刚是还蛮木讷 她等于球应该两腿 两脚下跪还是一腿下跪 她都搞不清楚 可是你知道现场的还会教她 就是很认真的教她 就是根本不用主持人教她 就是现场就 就怎样啊 旁边就有很多人有意见 单膏单膝单膝 单膝单脚 这么贵两脚 不对啊 所以很多人帮忙她讲这样 所以所有人真的都沉浸在里面 没错 所以真的是还蛮好玩的 所以呢 就是我们今天借着陈轩来跟我们介绍 一下这个概念跟这个小伴桌 在我们的松烟里面 就是希望说市民们听到之后 如果您对这个有兴趣 或者你对伴桌有怀念 或者是你小时候自己吃了很多这个伴桌 那伴桌还可以怎么样玩游戏 甚至还有什么样的元素会放在这里面 你如果充满好奇的话 那赶快去 因为我们这个小伴桌只到9月11号 营业到9月11号 她就不营业了 所以呢 就是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今天才特别赶快请陈轩来讲 因为我们算一算 好像剩不到一个月 对对对 而且她每天一月都是课满的情况下 如果是大家想去的时候 赶快把握 把握时间 最后时间 最后时间在哪里 就在我们的松烟文创园区里头 那就有个小伴桌 应该上网也可以看得到吧 对上网 对上网应该 搜寻小伴桌 搜寻小伴桌就会看得到 所以今天谢谢陈轩来跟我们介绍 这么多好玩的元素 然后可以在我们台北市 可以有这样子复古 而且可以吃到伴桌的氛围 甚至沉浸在游戏里面 然后你就穿越到里面去了 好 谢谢陈轩今天来我们的节目 也谢谢我们市民朋友的收听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周再见了 明天当然还有台北进行室 但是主任的节目只有礼拜一个礼拜 对 OK 好 祝各位市民朋友有个愉快的月玩 拜拜 拜拜 记得吃饭多 拜拜 别 别乱看 请不吝点赞